你有困惑我先测 终极考试轻松过 亲爱的各位同学们 大家好 我是华健老师 今天我们开始学习第八章 职工薪酬及借款费用 从本章开始 我们就要正式开始学习什么了 负债 当然了我们上一章也涉及到了金融负债 上一章是兼具资产和负债 那么两个方面 那么从本章开始 主要就是负债 负债内容相对比较少 那么本章实际上是包括两块内容 本来你说职工薪酬跟借款费用 有一毛钱关系吗 一分钱关系都没有 他硬生生的把这两块内容 放在了一个章节里边 本来职工薪酬是职工薪酬 跟借款费用有什么关系 但是你说为什么放一起 那就是因为职工薪酬内容太少了 他呀单独如果说设立一个章节的话 嗯就有点高看他了 实际上职工薪酬 是吧 本来是很简单的东西 所以说第一个他比较简单 第二个呢内容也比较少 你说不讲他吧 我觉得其实也可以是吧 你都考中级了 你说职工薪酬你都不会你都不会核算 恐怕也不太好不太合适 那但是呢他一直有 为什么因为确实也非常重要 我们所有企业都有职工薪酬 所以这个对大家应该嗯 够不成学习上的一个困难 还是比较简单的 这里面咱们第八章主要的这个同学们啊 感觉到比较头疼的一块内容 是什么借款费用 那么这个借款费用啊 我曾经听到过有些同学说 老师长期股权投资 我觉得不难 真正让我感觉到棘手的呀 是借款费用 哎呀太烦了啊 所以说啊大家又有这个心理准备 说借款费用本身它不难 我先告诉你啊 借款费用难吗 不难 不就是算利息吗 那一乘起来乘用利率不就完了吗 真正麻烦的是什么 这他叫麻烦不叫难啊 所以他不难 就是就是繁琐 就是要有大量计算 这是本账 那本账的考试情况怎么样呢 我们来看一下 咱们这个考试分支趋势 一定要注意在2016年啊 2018年以及2020年啊 那么这个G23 咱们G21G22的话没有 那G23是有大题的 2018年有一个14分 2016年那是6分啊 那么呃 有的时候咱们双数年份 16年18年20年都考到了借款费用大题 那么今年是2022年是吧 又是双数年份啊 由于咱们的考试批次也特别多 有同考的 然后呢 还有因为疫情导致延期的 所以说今年啊 对同学们来讲 借款费用 是吧 你还是要按照大题去准备 那么从考试题目类型来看 本章呢 也特别明显 本章你会发现 文字描述性的考题 要更加多一些了 而不像我们前面的资产章节 我们前面讲的资产 其实所有章节 基本上大部分都是要求计算的 本章反过来了 那更多的是要求我们什么 哎 对于这种文字描述 尤其是单选题 我们很多呢 都是考文字形的题 那从近三年来看的话呢 本章的考试题型分值 是吧分布 那么基本上都是在 近三年的话 咱们因为20年是捐一捐二嘛 我们刚才说了 这个捐三啊 是考到了借款费用的大题 所以这儿你可以看 看到啊 咱们20年是有大题的 19年和21年没有 22年 咱们近年的话 同学们 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 借款费用的大题 基本上隔一个 间隔一个一两年 就会出一道大题 那本章从考点来看 啊 就包括两大方面 那前面呢 是职工薪酬 那你可以看到 主要就是考小题 而且绝大部分 都是文字形的 因为应付职工薪酬啊 说考你计算 拦不住你 太简单了 对吧 职工薪酬 只要考计算 那就送你分的 那当然他会考计算啊 他考的话 也是考 相对比较复杂一点的情况 你比如说 非货币性福利 考试考非货币服利 考的最多了 其他的呢 多选题判断题 有大量考察 一些细致末节的一些规定 要注意 那么借款费用的范围 基本上不会在这直接命题 借款费用的确认 计量是考入重点 是吧 咱们2020年 那么第三个批词当中 有一道大题 好 这是关于这个考试情况 那本章内容是确实很重要的 跟前面的第七章 也就是金融负债 是联系密切的 在例年考试当中 经常跟固定资产结合 出答题 那么考借款费用 资本化 金额的计算 所以要求必须要数量掌握 那么本章的教材啊 那么我大体看了一下 其实呢 是没有实质性变化的 是吧 把一些数改一改啊 这个年份改一改啊 语言表述改一改啊 把这个有些文字性的描述呢 进行了一个完善啊 没有一个实质性的 伤筋动骨的一些变化啊 所以说你可以认为 没有变化 那么首先我们看第一节 应付职工薪酬 应付职工薪酬 是一块非常基础的内容 考试大纲要求掌握 那么我们考试的重点 是职工薪酬内容 是吧 然后呢 就是说这个内容包括什么呢 那就包括下面这些情况 那下边这些 就是职工薪酬的内容啊 那么这些有四种情况 是吧 短期薪酬 离职后福利 辞退福利 还有其他长期职工福利 考试的重点是短期薪酬 还有辞退福利 是吧 以及这个离职后福利的话呢 也有一些小点啊 尤其要注意离职后福利 跟短期薪酬 那其中这个社保这一块 是吧 要注意归类 是吧 比如说这个养老保险 我想请问啊 养老保险费 失业保险费 是短期薪酬啊 还是离职后福利啊 咱们同学们经常听说是吧 这个要上保险啊 五险一金 好 那么这个五险一金啊 它都是一个类别下的吗 哎 考试啊 还是经常容易出奇的 好 那么首先呢 我们就介绍职工薪酬的内容 我们先看一下它的定义啊 它说是指企业为了获得两个方面 一个是职工提供的服务 或者说解除劳动关系 这包括两大方面啊 那么对于我们为了获得职工提供的服务 说白了 就是职工在这上班 是吧 我们要为了获得职工提供的服务 我们要给他报酬 像这个咱们经常啊 遇到比较最多的就是工资嘛 是吧 咱们老百姓经常说工资工资 这个其实就是为了获得职工提供的服务 我们给他的报酬 是吧 那另外呢 说这个解除劳动关系什么情况下 看名字你也知道 是吧 叫什么 你比如说这个辞退 如果A被炒鱿鱼了 那这个某一个职工张同学被炒了 被炒了企业呢 是吧 正常来讲是要给他一定的这个补偿 这个叫补偿 是吧 这个就不叫报酬了 那叫补偿 所以这些说法要注意 是吧 报酬是针对 获得职工提供服务的情况 那补偿的话呢 就是你把人家辞了 你不能想让人家干就干 不想让人家干就不干嘛 尤其是对一些工作多年的老员工 我们按照劳动法的这个规定 已经当是给予职工补偿的 是吧 我们当然现实当中有些企业 有些老板他管这个 那实际上都是违反劳动法的行为 对吧 包括这些这个加班的文化现象啊 996文化 007文化 对吧 那这个咱们现在 呃 咱们相关部门也是在加大了 对这种 说违法的这种超时 超时间的这种工作时长 对吧 这种治理的力度 好 咱们撤远了 就不说了 那回到我们职工薪酬的这个内容 我们还需要给大家介绍一下职工的概念 啊 有朋友说 嗨 职工这还不简单啊 职工 不就是职工吗 等于没说 那我们需要从准则的角度来去界定一下 什么叫职工 对吧 甚至说从经济实质上来看 什么叫职工 第一个 与企业定立劳动合同的一定要注意啊 劳动合同 不是劳务合同啊 劳务合同 那那那那不是咱们职工 是吧 那不是咱们职工啊 劳动合同 那是劳动法保护的 你比如说 全职 兼职 临时工 这些可都是咱们的职工啊 所以你不要认为只有全职才是 兼职是不是 是 临时工是不是 也是啊 就算是咱们有些时候说兼职 平时面就见不着 临时工更更不认识他 他也是我们的职工 他是你同事 是吧 好 这第一块 劳动合同 那第二块呢 就是没有跟企业定立劳动合同的 我想请问 他是不是说就不是我们的职工啊 劳动合同都没签 那是不是 是咱们职工吗 劳动合同 那这个不是啊 没有劳动合同 那怎么能是职工呢 哎 现在说了 从准则的角度来讲 那么这部分人员也是我们的职工 所以有企业正式任命的董事会成员 监事会成员 也就是说白了 这些成员啊 咱们每个月要给他发固定工资 比如说一个月给他一万块钱 说白了 这个时候 咱们要看实质 实质上 你什么董事 什么监事啊 在我看来 你就是职工 对吧 每一个给你开工资 你不知道职工是什么 第三个 就是与职工类似的其他人员 对吧 与职工类似的其他人员 那么哪些人员呢 劳务派遣工 这个劳务派遣工什么意思啊 咱们像现在啊 尤其是一些互联网的大厂 是吧 互联网公司 像的这个 华为啊 是吧 这个阿里巴巴啊 腾讯啊 滴滴啊 是吧 包括咱们你所 你经常所听到的各种公司吧 小美团啊 这里面其实我们是需要大量的工作人员的 最简单的说 客户服务人员 我们这些互联网大厂 包括很多一些大公司 企业集团 他实际上是需要大量的工作人员 而且这些人员 其实是有比较大的流动性的 是吧 这个小张同学今天入职 给他办理入职了 明天哪句话 说了他不开心了 他扭头就走了 是吧 90后 00后 当然90后已经 现在已经很稳重了 很成熟了 是吧 那开始有防载压的好一些 像00后 家里这个条件稍微好 他他 你在这就 人就来玩的 人工作不开心 你说一句话 你你伤到人自尊心了 人扭头就走 那好 这流动性是很大 是吧 那怎么怎么办呢 为了维持正常的一个用工的需要 所以说呢 我们这些大企业啊 就跟这个企业集团 是吧 跟一些劳务公司 是吧 跟一些劳务的公司签订一些协议 是吧 那由劳务公司去派遣一些工作 派遣一些人员过来 所以说这就是劳务派遣工 那我们企业对于这些劳务派遣工 我们也要把它作为职工来去看待 所以这是从准则角度 从实质上来看 我们明确了 是吧 哪些是我们的职工 也就意味着 我们给这些人员发的钱 都是叫什么 都叫职工薪酬 所以说这是它的意义 你否则的话 你都搞不清楚哪些是我们的职工 你比如说董事会成员 今天是委员员员 说你都不知道还是职工 结果倒好 给他一个月发一万块钱 你说这个事到底怎么算 算费用还是算利润分配 哦 算利润分配 怎么 你比如说劳务派遣工 你搞不清 他到底是不是职工 那么好 咱们给劳务公司 劳务公司把这些人派遣到咱们公司来 给他这些部分钱 你说作为什么 你说劳务公司寄到应付账款 哦 你给原材料放一起了 劳务派遣工是原材料吗 你你不能把人不把人当人看啊 这些是人啊 你说寄原材料 那原材料不行 应付账款 应付什么账款啊 这应付职工薪酬 所以说明确了咱们职工薪酬的内容 那接下来提示 不光是这些人 还有什么 一连串的职工配偶 子女 受赡养人 已故员工 遗属以及其他受益人等等这些福利啊 我们也属于职工薪酬 这些是可以考判断题的 是吧 这些人为什么也属于职工薪酬啊 我给他的这些东西 你想想 如果说 是吧 没有我们的职工的话 那他的配偶 我们会给他这些福利吗 不会的 如果不是因为你这个职工张同学在这上班 我能给你的儿子 给你的女儿会发一些福利吗 包括受赡养人 所以说他是连带着的 也属于职工薪酬 都是目的是什么 都是为了获得职工提供的服务啊 或者说解除劳动关系 而给予他报酬或者补偿 那么接下来看职工薪酬包括什么 我们从大的方面 是吧 来分成两类 一个是短期的 一个是长期的 短期职工薪酬 是我们考试的重点 长期的呢 又包括三方面 离职后福利 辞退福利 还有其他长期职工福利 那么其他长期职工福利啊 你比如说 长期待薪缺薪 长期残疾福利 长期利润分享计划 像这些呢 了解一下 我们重点啊 是这个 短期职工薪酬 是吧 以及辞退福利 那么这俩是我们的考试的重点 接下来就介绍 每一个类别的短期职工薪酬 它的概念 具体内容 以及我们进行会计核算 所用到的会计科目 我们首先看啊 短期薪酬 这个要求苏联掌握 来看它的概念 短期短期 顾名思义嘛 什么叫短期 一年之内 也就是说企业在职工 提供相关服务的年度报告期 结束后 12个月内 我们需要全部予以支付的职工薪酬 职工是在哪个期间 为咱们提供服务啊 你比如说 职工在2021年 在咱们公司上班了 2021年 张同学上了一年的班 我们呢 要支付报酬 这个报酬 是吧 你必须得是在2021年结束后的 12个月内 要把全部的工资 是吧 以及相关的奖金啊 等等啊 这些短期薪酬 要支付给人家 也就是说最晚 要在2022年12月31号之前 把2021年的工资啊 以及福利费等等 全给他结清了 如果说你超过了2022年 还没给人家 你就超过12个月了 那他就不叫短期薪酬 那就是一些长期薪酬 是吧 你比如说 长期的一些奖金计划 把人家掉人家胃口 是吧 把这个职工啊 给掉在这了 是不是 说好好干 将来 有大奖金发的 发给你 什么时候啊 十年之后 十年之后 人还不知道 行不行了 是不是 你这太长了 你这时间 那是熬不住了 你就走人了 是吧 所以说这个我们要求 是12个月内 需要全部予以支付的职工薪酬 当然这里边 谈到了有提示啊 因为解除 与职工劳动关系 基于的补偿除外 注意啊 你是因为解除 相当于把人辞了 那这个属于辞对福利 你说把人辞了 确实啊 也是12个月内 就会给他 比如说我 我是企业 你是职工啊 我今天啊 是吧 以后你明天别来上班了 收拾收拾 是吧 明天别来了 呃 今天下午下班啊 咱们把这个手续啊 找人事部门 呃 办一办 啊 把这个工资给你结了 呃 补偿 行 有补偿 当天就把这个所有事 给你办了结了 什么12个月内啊 一天之内就给你搞定 好 那这个时候 你说是短期薪酬吗 那不叫 这叫 这叫辞退福利啊 是吧 这叫辞退福利 把人辞了 一点也给你补偿 好吧 这是短期薪酬 可辞退福利 它定义 不能只看时间啊 反正12个月内的 都是短期薪酬 这不对 好 具体内容 那包括工资 奖金 津贴 补贴 然后呢 是职工福利费啊 什么叫福利费啊 比如说 过年过节的 发一些这个 搞搞这种 抚恤费啊 防暑降危费啊 等等啊 特定行业的 有一些福利费 好 这些呢 都很简单 接下来啊 容易出错的 就是关于这个保险 医疗保险费 当然还 还生育险的 现在生育险 是放在医疗险里边 那么工商保险 那么这些保险 属于我们短期薪酬 那一定要注意 养老保险 和失业保险 注意啊 属于离职后福利 注意啊 这个属于离职后福利 这个怎么理解 有同学老师经经常听说啊 五险一金也好 四险一金也好 下面不住房工具机吗 就是说 关于这个 圈三和这个圈四啊 就是经常 咱们同学们所听说的 这个 是吧 社保 工具机 并不是说 都叫 断期薪酬啊 养老和失业 你想想啊 你这个养老保险 失业保险 职工什么时候受益啊 说你现在这个养老保险 我想请问 咱们公司每个月给职工上保险 这个钱给谁了 给职工了吗 根本没有给他职工 是不是啊 有些职工 他都不想上养老险 说每个月 哎呦扣那么多钱 真的是肉疼 是吧 那这个钱 你给我直接买鸡腿多好 是吧 他不想上养老保险 但是所以他目光短暂 看不到自己老的那天 觉得自己永远不会老 长生不老 是不是啊 失业保险也是 这现在你只要不失业 你你你感受不到他的用处 养老保险觉得 哎呀 离自己还远着呢 我今年才二十来岁 是吧 三十来岁 我老六十多岁 我应该不会到那天吧 他感觉不到 所以就每个月 给他扣那么多钱 哎呀 他肉疼 所以说你想想 养老保险失业保险 那平时我们不是交给职工的 所以他根本不是 多了些薪酬 我们并没有说12个月内 我们就支付给职工 是不是 没有支付给职工 交给谁了 交给社保部门了 社保部门 有社保咱们社保基金啊 是吧 比如养老保险相关的有基金 等到你职工 真的是符合条件了 比如说男的 将来65岁啊 或者说60岁 等到你老了的时候 再把这个钱给到你 所以到那个时候 才给到职工 这个失业保险是 你真的失业了 才给到你啊 所以你老了 你退休了 失业了 那是不是都是离职后的 那肯定的 你退休了 你总不能还说 说我退休了 但是我还在上班 那就不叫退休 对吧 另外呢 失业 我现在失业了 我还在上班 那这不是神经病吗 你失业了 怎么还在上班 这一定是离职后的福利 退休后 失业后 都是离职后 好吧 把这个事说清楚 那么像这个医疗保险 工伤保险 有些老师不对啊 你这个医疗保险 工伤保险 那个这个保险费 也没有给到我呀 我是职工 没有给到我呀 也是交到了医疗 医保账户里边啊 工伤保险 也没有交给我呀 注意了 不一样 这俩 你是在这个 咱们在职期间 就可以享用 也就是说 这两个养老和失业 你是必须要离职后 才能享受这个福利 而医疗和工伤 你在职期间 是吧 就能够享受 比如说 你正在 说你在职没有离职啊 我有工作啊 我有工作 难道就不生病啊 哪有这个逻辑了 是吧 说你只要 我只要有工作 有工作不会生病的 哪有这个说法 说生病了 那就要用医疗保险费啊 要工伤也是 是吧 你离职后 那就不可能有工伤了 所以工伤和失业 正好是相反的 工伤 一定是发生在离职 离职前 失业呢 一定是离职后 所以说这个 各自解决各自的问题啊 所以他俩呢 还属于多晚期薪酬 包括这个住房工企 以及工会经费 职工教育经费啊 工会经费啊 搞一些活动啊 考拉OK啊 吃吃喝喝 爬个山 拉个链 搞一搞团建 工会经费 职工教育经费 提升一下职工的 这个 这个技能 工作技能 拼请一个专家 搞个讲座 讲一讲 咱们最新的前沿技术 我们未来的企业的发展方向 对我们每个职工呢 提出一些学习上的要求 好 教育经费 短期带薪学情 哎 这个不大好理解 我们后面单独说他啊 说完了 就带薪年休假 以他为代表的 另外 还有短期利润分享计划 这个好简单 非货币性福利 这个是考试重点啊 非货币性福利 这个是考试重点 咱们考试考多次了 另外还有其他的 相对我们用哪个科目呢 啊 那么地 圈一 那就是用工资 圈二 那就是用职工福利费 是吧 圈三 用社会保险费 圈四 用住房工具金 圈五 分别用工会经费 职工教育经费 圈六 用带薪缺勤 短期带薪缺勤 圈七 用利润分享计划 圈八 用负义货品福利 说完了 那明细科目 跟他核算的内容呢 是一一对应的 我们看明细科目 也就能够 能够观察得到 核算的是什么内容 好 这是关于短期薪酬 那接下来离职后福利 离职后福利 刚才我们其实已经谈到了 是吧 什么叫离职后 那一定是你离职之后 那包括你退休后 还有呢 失业后 那我们所给你的一块福利 它的概念就是 企业为了获得职工提供的福 而在职工退休 或者说与企业解除劳动关系之后 那么提供的各种形式的 报收和福利 是吧 短期薪酬和辞退福利除外 这里边呢 有些概念 大家不要混了 这里边我们仍然是目的是什么 为了获得职工提供的福 是吧 那在职工退休 或者解除劳动关系之后 要给他离职后福利 那这里边啊 一定要搞清楚 跟这个辞退福利 一定要区分 我们后面就会讲辞退福利 是吧 是不是这里边说谈到了解除劳动关系之后 这里边的解除劳动关系啊 你要注意啊 属于什么 属于正常的解除劳动关系 是吧 你比如合同到期了 不再续约了 不是说合同没到期啊 说合同没到期 你把人给辞了 那叫什么 那个叫说那个辞的那个动作 那个叫辞退福利 是吧 在职工劳动合同到期之前 你给人家解除劳动关系了 啊 或者说为鼓励职工自愿接受裁减 而给予职工的补偿 那么这个叫辞退福利 是吧 就辞退本身这个事 你给人的补偿叫辞退福利 那么这解除劳动关系之后 那这个你比如说失业保险 啊 因为企业怎么着怎么着啊 也有可能是你把它辞了 辞了之后呢 呃 失业保险呢就用上了 对吧 所以说这样我们说一下吧 说辞退福利 他解决的问题是辞退的时候 给职工的补偿 辞退的时候 好 那么这个离职后福利呢 而且劳动关系之后 说的是辞退之后 是吧 一个辞退之后 那么职工呢 用这个失业保险 领那个失业保险机 是吧 一个最低的劳动保障 最低的一个保 一个保障 啊 所以是失业保险解决 解决的问题 好吧 这是两个事啊 一个是这个辞退时 啊 再一个是辞退后 好 听明白了吧 退休就不用说了 很简单啊 这是离职后福利 那么离职后福利呢 包括设定提存计划 和设定受益计划 呃 什么叫设定提存计划 有企业向独立的基金 啊 比如说 社保基金 是吧 缴存固定的费用 是吧 我们 这个在 在职工这个在职期间啊 每个月呢 都会 从工资里面扣一部分 这个养老保险 失业保险 是吧 就以他俩为代表的 我们要上缴 社保基金部门 那企业呢 等到职工 退休了啊 或者说失业的时候 企业就不管了 是吧 企业不管了啊 就是不再承担进一步支付义务的 离职后福利计划 啊 等到说企业 说这个职工老了 老了 你你找企业找不着 啊 人家企业没有这个义务了 你找谁啊 拿这个养老保险金 找谁去要这个钱去啊 找这个社保部门 也就是说 从这个基金里面去 是吧 提取啊 提取这个基金 这个养老保险金 包括这个失业保险金 好 另外呢 还有设定受益计划 也就是除了设定提存计划之外的 离职后福利计划啊 这个咱们了解一行了 咱们重极不考 那重点把握设定提存计划 好 明细科们呢 那就是两个 设定提存计划 和设定受益计划 那就是这两个 好 那么辞退福利 刚才说到他概念了 那具体内容呢 就是在职工劳动合同 尚未到期之前 也就是说 人家劳动合同 还在正在续约当中呢 正在这个合同期内 你把人家这个辞退了 当然这个辞退呢 有主动的辞退 也有这个什么 自愿的辞退啊 第一个 就是无论职工本人是否愿意 企业决定解除与职工的劳动关系 而基于的补偿 这个是强制性的辞退 第二个呢 就是为了鼓励员工 自愿接受裁紧而基于的补偿 那么职工呢 有权利选择继续在职 或者说接受补偿离职 好 那么这些呢 都是辞退福利 那么明细科目呢 那我们就是用辞退福利 这个二级明细科目 另外还有其他的 那就是除了以上之外的 兜底的 那包括长期待薪缺勤 长期残疾福利 长期利润分享计划 还有长期奖金计划 像这些呢 会计科目了解就可以了 那接下来看一下 2018年的一道多项选择题 下列各项当中 企业应当作为短期薪酬 进行会计处理的有 考察短期薪酬 A 有企业负担的职工医疗保险费 好 这个对不对 医疗保险没有问题 咱们的社保啊 你把那个养老和失业 给他排除在外啊 养老和失业属于离职后的啊 其他的都是 短期薪酬 B 向职工发放的高温补贴 所以啊 这个高温补贴啊 啊 像这些呢 都是福利费啊 所以这个属于我们的短期薪酬 啊 这个属于货币性福利啊 C 有企业负担的这个职工住房公积金 是吧 这企业负担的 没问题 这个住房公积金啊 这属于短期薪酬 D 向职工发放的工资 这个就更不用说了 是吧 所以这个题呢 A B C D 都正确 2016年多选题 下列各项当中 企业应当作为职工薪酬 核算的有 这个考察的更广 是吧 考察什么叫职工薪酬 累计代薪缺勤 属于职工教育经费 工会经费 属于非货品福利 属于长期残疾福利 属于啊 这是我们刚才都谈到 那你可以看一下 这些考题啊 是吧 基本上就是 基本上没有什么 可以挖的陷阱 是吧 没有 没有陷阱可挖 基本上是这种题 考到就是送分 A B C 好 那接下来看职工薪酬的 确认和计量 那么我们重点看 短期薪酬 那么首先看 一般短期薪酬的 确认和计量 什么叫一般啊 就是说工资啊 像这些都是一般的 我们还有一些特殊的 特殊的是指哪个呢 就是 呃 带薪缺勤 所以说带薪缺勤 单独讲他 除了带薪缺勤之外的 剩下的都是一般性质的 好吧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一般短期薪酬的账务处理 一定要注意 我们应付职工薪酬啊 按照全责发声制 我们一定要先计题 再发放 对吧 一定要先计题 再发放 那么有些小白同学 就考中期了 还在问啊 那老师 为什么要先计题 他就很多人 还在问这种问题啊 那说明这个什么 说明他没有会计底子 他没有会计基础知识 对吧 所以我们一直在反复强调 你的会计基础 如果说没有学的话 那真的是相当的有问题 是吧 那全子 咱们都知道 我们说每个月月底 要核算工资 我们能不能在每月的31号 就把这个工资都核算完 并且把这个钱啊 把这个工资啊 都发给职工啊 做不到 不光是因为你核算不完的问题 是吧 当然主要是因为这个 好 那你说 我当月31号 我工资没有发下去 那是不是说 我们不就不确认 这些成本费用 那怎么能行呢 那不成收复实现值了吗 是不是 所以说我们要按照 全会计基础吧 全则发生制 它的费用的发生 你确认 不看你到底给不给钱 这是一个基本的 一个会计逻辑啊 基本的一个会计思维 这个会计素养 那如果说你这个 这点不知道 那赶紧听预计班军 对吧 好 所以说先计题 那么在31号 有月底啊 那不一定31号 那是30号 28号 我们要计题工资 那代方呢 那就是应付职工薪酬 按照我们前面 说的这些明细科目 工资 职工福利费 收入保险费 中央工资金工会经费 职工交易经费 非货品福利 那代方没什么说的 主要是介方 一定要区分受益对象 谁受益 谁负担 所以他的一个原则 就是谁受益 谁负担 你比如说是车间生产工人的 那就是说产品受益了 包括这个车间管理人员 既然是车间嘛 那肯定是产品受益 所以说要寄到产品成本 一个是直接成本 再一个是间接成本 你比如说是服务合同履行人员 那就这个服务合同受益了 那我们要寄到这个合同的 履约成本当中去 如果说你是行政管理人员的工资 以及相关的薪酬 那么当然要寄管理费用 销售人员呢 是销售费用 工程人员呢 就在建工厂 研发人员呢 就研发支出 如果说难以认定受益对象的 一定要注意是寄管理费用 这个考过判断题啊 难以认定受益对象的 那一定要是寄管理费用 然后接下来发放 发放的话 包括两种情况 一个是货币性的 再一个是非货币性的 所谓的货币性的 那说白了就是发钱 那么非货币性的呢 就是发物 一个是发钱 一个是发物 首先呢是看发钱的情况 你在发的时候 那当然要把职工薪酬要充减掉 咱们15当中一般来讲 就每个月的15号发工资嘛 对吧 10号15号20号的都有啊 然后呢 代方你给钱 那就银行存款呗 能不能发现金啊 可以 我们现金的使用 管理规范里面提到提到了 是可以发现金的 好吧 前面没有问题 那接下来讲一讲这个 其他应付款 那这个核算的是 代扣代缴 应当由个人负担的社保工资金 一定要注意是个人负担 比如说个人负担的 从这里 他工资里面扣 从工资里面扣啊 比如说了咱们张同学 他的工资啊是八千元 啊八千元 那么我们在发放的时候 我们要把他的工资八千元给他充掉 啊 因为这儿已经计题了吗 这儿你不是工资已经前面已经计题了八千吗 那现在啊要给他充解 因为发放嘛 那发放到底我们的十发工资多少呢 我们说要首先把张同学 他要负担的社保工资金给他扣掉 啊 比如说吧 社保工资金 是吧 给他扣掉 是一千二 那一定要注意 这个其他应付款是明细科目是谁啊 我们是要应付给社保工资金相关部门 一定要注意啊 这个其他应付款付的对象不是职工啊 付的对象是社保工资金部门 好吧 这个一定要搞清楚 然后接下来其他应收款 就是为职工垫付的医药费房租等费 比如说张同学某一天呢 在上班啊 上班的时候突然呢 肚子疼 啊 这个张同学是因为男孩子 怎么会肚子疼呢 这个不知道他吃什么了 吃东西吃坏肚子了 是吧 头一天吃炉煮 是吧 吃这个 这个飞鱼罐头 吃坏肚子了 咱也不能见死不救啊 昏迷了 赶紧的上单价 抬到医院去 啊 张同学手机还带密码 没没法给他付钱啊 企业不能见死不救啊 赶紧抢救 所以企业呢 就把这个医药费啊 给他垫上了 发票留好啊 要不然张同学赖账 这个张同学平时工作上表现就一贯的作风不太好 给他把视频拍下来 是吧 张同学你看看 怎么着 你晕倒了 我们把他抬过去 给你抬过去 你看花多少钱 抢救你 医药费 比如说花了这个 呃 花了五百块钱吧 假如说 小病 我一定要注意 我们在当时给他垫付这个医药费的时候 我们企业怎么做的账 是借其他应收款 带银行存款 也就是说 这个其他应收款 应收的对象是张同学 考清楚啊 所以说 很多同学的分不清 这其他应付款应收款 他以为这俩啊 什么时候用应付 什么时候用应收啊 他乱 他乱套了 一定要注意啊 上边这个其他应付款啊 付的对象是社保公司部门 下边这个其他应收款呢 应收的对象是张同学 就是我们在抢救他的时候 垫付医药费的时候 我们是借其他应收款 是吧 借其他应收款 呃 那么带银行存款啊 或者说现金都行 好 那你想也就是说 我们这个钱是要回头找张同学要这个钱的 是吧 这个其他应收款啊 我们回头要找他要 那但毕竟我们每个月要给他发工资嘛 那从公司里面直接给他扣不就完了吗 是吧 那就是说把这个500块钱啊 写在这 在这 另外呢 我们还要带扣张同学的应交税费 应交个人所得税 那就带扣带缴个人所得税啊 假如说 呃这个个税的话呢 是200块钱 好 那这个时候你会看到 我们实际啊 咱们当月发给张同学的工资是多少钱呢 8000减去1200减500减200 就8000减去1000多少 1900 8000减去1900是多少啊 6100块钱 是吧 所以说哎 最终我们实际发给张同学的工资 带洋存款或者库存现金 我们只需要给他6100 因为什么 1200给他扣掉了 500给他扣掉了 200的个税也给他扣掉了 那就没有问题 是吧 是吧 6100表示的就是是吧 是十发 十发工资啊 呃 那么这块啊 我们为什么要讲一讲 因为他太基础了 是吧 终极啊 教材 他有些事他心里想 默认 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他连讲都不讲 啊 因为都靠终极了嘛 但是我一定是相信 有些同学搞不清的啊 所以说我一定要在这给他说一说 那接下来呢 是发物啊 也就是说发东西啊 所以货不兴福利 同样的哎 我们这个明信科目啊 那就要用这个二级明信了 非货币性福利 那代方说发什么呢 两种情况 你这个东西啊 你自产的是一种情况 你自产的啊 那就要视同销售 确认主营业务收入 同时确认增值税 消降税额 因为按照税法规定 你资产产品 发给职工 那实际上是退出了循环 是吧 退出了这个 这个是要 呃 有一个消降税额的 要消降税额 另外呢 你可能说是外购产品 是吧 发给职工 追了 你这个外购产品 发给职工啊 也是 这个 追了啊 这个就不叫失踪销售了 这个不是失踪销售 而是什么呢 增值税进向税额 不得抵扣 也就是说 我们要把进行税转出 啊 进行税转出 那这俩为什么不一样 你是资产的产品 那这个是外购产品 有什么区别 资产产品啊 它是有增值的 是吧 资产产品啊 因为你是自己生产的嘛 有增值啊 因为你投入了人力物力嘛 所以说不定赚钱了 然后你发给职工 那说法就认为 说你这个东西 你发给职工 你正常你要不发给职工 你往外卖不也一样 要卖要卖钱吗 或者说这样说 说企业啊 或者说职工 职工是吧 获得你这个产品 他就从市面上买 不业力花钱吗 对吧 比如咱们企业是生产空调的 把空调 发给职工 是吧 那职工拿到空调了 他就不用再去市面上买了 所以这块企业是有增值的 我们要征增值税 而对于这个外购产品 外购产品啊 咱们企业实际上是没有投入人力物力 也就是说没有增值 没有增值 也就是说我们是不需要征增值税 对吧 这个咱们在预期班其实有讲解啊 大家简单一说吧 因为外购的产品买过来就发给职工了 说这个外购的东西 我们直接都没经过企业手 在网上呢 下单在京东上 天猫上 下单呢 直接就送到职工的家里边去了 那你企业 对吧 虽然说你是开的是公司的发票抬头 是公司的 公司的发票抬头 那这个时候你经常税是不能转 不能抵扣的 是吧 就算是认证 前面认证抵扣了 那你给我转出去 说不能抵扣 为什么 你这块是没有增值的 根本是你没有赚钱啊 没有赚钱 咱不交增值税 不交增值税 没有让你交 你还想抵扣 怎么可能让你抵扣呢 所以说这块给咱们抵扣链条 没关系 是吧 经销税给它转出去就行 然后还有累积折旧 那这个是将企业拥有的房屋 无偿提供给职工使用 企业拥有的房屋 是吧 那什么叫企业拥有的房屋 说白了 有企业的固顶资产 这个房子是企业的 有它是固顶资产 那固顶资产就要提折旧啊 所以说带累折旧 没毛病 带累折旧 那技业方应该是成本费用啊 老师啊 是吧 技业方你怎么是应付职务薪酬呢 我想不明白 带累折旧 技业方应该是技业方管理费用才对啊 生产成本制造费用管理费用 你占有啊 技业方 生产成本制造费用管理费用 带职工薪酬 前面这个计题和这个发放 把职工薪酬一消 不就是你所熟悉的分路吗 这又什么呀 所以说没有问题 所以这个分路是借职工薪酬 带累折旧 这是关于企业的房屋 无偿提供给职工使用的情况 当然了 对于资产产品适同销售要确定收入 同时呢 还要转成本 借主营业务成本 但库存商品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道例题 单项选择题 甲公司是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其生产的M产品适用的增值税税率为13% 他生产的M产品 二亨二一年6月30号 甲公司将其 将单位生产成本为0.8万元的100件M产品 作为福利 发放给职工 M产品的供应价值和计税价格均为1万块钱一件 不考虑其他因素 那么二亩二一年6月30号 甲公司进入职工薪酬的金额 那这个考的是非货币性福利 非货币性福利 那这个应该是去年的考题了 去年的考题啊 好 那么我们要适同销售 一定要注意啊 是按照供应价值来去适同销售 1万块钱一件 一共多少件呢 一共是100件M产品啊 那么100件M产品 然后乘以1万块钱一件 这是不含增值税的 是吧 不含增值税 呃 由于我们是适同销售 适同销售 我们公司是要负担 这块增值税 销项税额的 因此那么这块负担 这块成本 当然也是构成了职工薪酬 对吧 构成职工薪酬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什么 把这个增值税 销项税额给它加上来 对吧 增值税销项税额 用计税价格 对吧 因为计税价格 也是1万块钱一件 那就是100乘以1 对吧 然后再乘以13% 增值税税率 那么这个才是正确答案 也就是100乘以1加13% 113选择A项 选择A项 那么快捷分路我也说一下 快捷分路 我说你听 我就不写了 我就不写了 这个实体发放的时候 借应付职工薪酬 二级明细 非货币性福利 带主营业务收入100万 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挑降税额13万 这张协议可以了 当然借方应付职工薪酬 是113万 好 那接下来单选题 所以这个题问的是 寄入职工薪酬的金额 就我刚才说那个分路 是发放的分路 那你寄题的话 就是借某某费用 某某成本费用 带应付职工薪酬113 所以说这寄题的时候 是寄贷方 实际发放的时候 是从借方充解 好 接下来看单选题 某企业为一般纳税人 适用的税率为13% 2019年12月份 该企业以其生产的 以其生产的 说自产的 成本150的加湿器 作为福利发放给职工 每名职工发放一台 该型号的加湿器 每台市场售价是200块钱 200块钱 该企业共用职工200名 那么其中生产工人180名 车间管理人员20名 那告诉了这个不同的人员 受益对象不一样 那么生产工人的话 那这一块 职工薪酬 是吧 那就要寄生产成本 车间管理呢 车间管理人员啊 那么这一块呢 呃 呃 由于仍然是车间啊 所以最终受益对象 还是产品 但是它是间接费用 是吧 车间主任 那寄制造费用 那么下列各项当中 关于啊 相关处理啊 还是非货病福利 正确的是 好 先计题再发放 搞清楚 先计题 那计题的时候 就借生产成本 制造费用 代应付职工薪酬 那么这个生产成本 多少钱呢 那我们要按照 这个美台的售价 美台售价呢 是200块钱 好 那么180名生产工人 所以180名 吧 一个人一台 一台是200块钱 当然要按照含税的了 所以一加13% 好 这是关于生产成本的金额 那么制造费用的话呢 那就用20 乘以200 然后再乘以一加13% 一定要注意 把增值税算起来 好 这里边谈到了管理费用 肯定没有管理费用了 管理费用是不涉及的 车间管理啊 不是行政管理 所以应该是制造费用 是吧 制造费用是对的 那多少钱呢 这个20乘以200 乘以1.13 是吧 4000 是吧 乘以1.13 那你可以这个3000 是没有 肯定不对啊 然后生产成本 生产成本是27000 27000对吗 生产成本 这个180乘以23036 36乘以1.13呀 2700也不对啊 所以说只有D是正确的 这个45200 那么其实也就是这俩数相加 这俩数相加 那不就是200乘以2404万 40,000乘以1.13吗 就是200乘以200乘以1加13% 200是人数 这个200呢是单价 40,000乘以1.13 45,200 所以说D是正确的 快捷风路 借生产成本 是吧 200乘以1.13 乘以1.13 40,000 680 制造费用 45,20 代职工薪酬 45,200 是吧 然后实际发放 借应付职工薪酬 然后确认收入 相让税额 不含税的4万 相让税额5200 然后呢 同时结赚成本 是吧 结赚成本 成本的话呢 前面说了 一台呢 是150 200台 所以说是3万 借主营业务成本 带吞伤 这个很简单 不说了 2020年多项选择集 下列各项 在职职工的薪酬当中 企业应当根据受益对象 受益对象来去分配 计入有关资产成本 或者当期损益的有 那受益对象 那减金工资没有问题 住房公金金也没有问题 时工福利费 那这些都是短期薪酬啊 医疗保险也是短期薪酬啊 它又是送分的体啊 所以ABCD 都是要按照 受益对象来去分配的 是吧 生产工人 生产成本 车间管理人员 制造费用 是吧 谁受益 谁负担 2019年判断期 企业将资产产品 作为非货并福利 发放给职工时 那么应当按照 产品的账面价值 确定职工薪酬金额 对吗 你是自产的产品作为福利 发放给职工 这个是要适同销售 因为你自己生产 自己投入 投入了人力 投入了物力 这个产品有增值 有增值要交增值税 怎么交啊 那要适同销售 所以说 你不能按账面价值来去计量 是吧 要按照供应价值 适同销售 所以这个题是错误的 好 那么这样呢 我们把一般性的短期薪酬的账务处理 给大家讲解结束了 那么这一块考试的重点 在咱们终结当中 考试重点是非货币性福利 希望大家重点把 是吧 这个非货币性福利 掌握住 尤其是对于资产的产品 是吧 发给职工 和这个外购的产品 发给职工 是吧 在增值税的处理上 有什么不一样的 是吧 一个是按供应价值 一个是用账面价值 是吧 资产的用供应价值 加销项税额 是吧 外购的呢 用账面价值 因为他不适同销售 在也要把账面价值 那个进项税额要转出 是吧 所以两个情况啊 不管是资产的 还是维特加工的 都有什么 都有增值税的问题 但你要注意区分 是吧 哪个是用供应 哪个是用账面 好 把非货币福利 要重点把握 这样就可以了 这是我们的一般情况 好 我们先讲到这 下节课再见